近日,备受瞩目的2024年WTT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福岗总决赛名单正式公布 更令人兴奋的是,中国乒乓球队的六位奥运主力选手 马龙、樊、镇东、王楚钦、陈梦、孙颖莎、王曼玉悉数回归 其中马龙的付出有为引人注目 作为乒乓球界的顶级赛事 WTT总决赛一直以来都是检验全球各国顶尖选手实力的重要舞台 此次比赛将在日本福岗举行 从11月20日至24日为期五天 说到这里,可能有很多小伙伴好奇WTT究竟是一个什么组织 一共有哪些比赛 接着往下看,你就会明白这一切 WTT是Worktable Tennis的简称 中文名为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它是国际拼联ITTF的下属的商业和赛事公司 由国际拼联于2019年8月创立 负责运营ITTF旗下的所有赛事 值得一提的是,WTT的现任董事会主席为中国的刘国良 WTT每年会举办超过34场征师系列赛 具体赛事如下,WTT大满贯 这是WTT最高级别赛事之一 每年举办4次,包括男子单打、女子单打、男子双打、女子双打及混合双打5个单项 WTT年度总决赛,这是WTT的旗舰赛事 每年举办一次,汇集世界排名前16的单打选手和前8的双打组合进行角逐 WTT冠军赛,这也是一项高级别的单打赛事 通常每年在不同地点举办多次 例如,2024年10月22日-27日将在法国蒙比利埃举办一战 11月3日-10日将在德国法兰克福举办另一战 WTT球星挑战赛,这是一项中级别的赛事 同样每年在不同的点多次举办 WTT常规挑战赛,这是WTT的一项常规赛事 每年计划举办多达14场 为更多选手提供了展示自己实力的舞台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WTT支线赛事 这些赛事通常作为更高级别赛事的预选赛或补充 为年轻选手和新兴势力提供了更多的参赛机会 言归正传,作为世界平坛的霸主 中国乒乓球队参赛名单的公布 更是吸引了全球乒乓球爱好者的关注 这也为比赛增加了很多的看点 马龙,一位中国乒乓球队的传奇人物 以其全面的技术和丰富的经验 被誉为六边形战士,即奥运六金王 双拳大满贯,31个世界冠军,超级拳 满贯,士平赛赋课杯,公开赛28冠王等荣誉于一身 不得不说,这荣誉真硬 单独拎出一个就可以吊打一众乒乓球选手 他的付出无疑是此次名单中最令人激动的消息 此刻他选择再次付出 也是对乒乓球这项运动的一份热爱和执着 马龙的回归,不仅为队伍增添了更多的战斗力 更为年轻选手们树立了榜样 激励着他们不断前行 樊振东,作为国平男队的领军人物 其实立在乒乓球界有目共睹 他在巴黎奥运会上独守全区 一人扛下所有,最终成功夺得男单金牌 捍卫了国平荣耀 此次WTT总决赛 樊振东的回归无疑为男单项目注入了更多的看点 也让球迷们对他再次夺冠充满了期待 孙颖莎,王曼玉和陈梦作为女拼的主力 他们在世界排名上稳居前列 多次在大赛中展现出强大的实力和稳定的发挥 尤其是在关键时刻站出来 为国平赢得荣誉 此次WTT总决赛 他们将对女单和女双项目的金牌发起冲击 我相信这将又是一场场精彩绝伦的比赛 王楚清作为男队的新星 在国际赛场上征战多年 世界男单排名更是稳居第一 此时此刻他最需要的 就是用冠军来证明自己的实力 此次WTT总决赛 他将与樊振东,马龙等老将一起参赛 这无疑是给总决赛又增添了许多看点 除了六位奥运主力外 国平新星林诗栋 梁静坤和林高远也赫然在列 这次WTT总决赛也是很好的历练机会 期待他们在赛场上的精彩表现 大家对此怎么看 欢迎留言评论 在这个万众期待的时刻 WTT总决赛的名单终于曝光 奥运五大主力选手赫然回归 乒乓球迷们的心情就像吃了兴奋剂 欢呼雀跃 尤其是马龙这位乒乓球界的超级英雄 再次重返赛场 简直让人热泪盈眶 咱们今天就来聊聊这场即将到来的乒乓盛宴 和那些你一定要知道的故事 比赛背景 总决赛的舞台 我们得搞清楚WTT总决赛是什么鬼 简单来说 这就是乒乓球界的超级杯 汇聚了世界顶尖选手 赛程安排得满满当当 时间定在11月20日至11月24日 地点在日本福岗 就像是一个年度聚会 大家都来比拼技艺 争夺荣耀 不过 跟往年的比赛相比 这次总决赛更像是一场英雄重聚的大戏 因为在经历了亚锦赛的低迷后 国拼的主力选手们将再次集结 可以说 这是一场复仇之战 想想看 在阿斯塔纳的亚锦赛中 国拼的表现可真不怎么样 女团 女单 男单 男女双打的冠军 几乎都被日本队和朝鲜队收入囊中 国拼只拿下了男团和混双的冠军 心里那个憋屈啊 简直可以用无言以对来形容 亚锦赛的教训 从事力中学会反思 对于国拼而言 这次亚锦赛真是一场血的教训 伤病 退赛 体力不足等一系列因素 像是在发牢骚 轮番向国拼袭来 王满玉因家庭原因退赛 孙颖沙因伤病退赛 王楚清为了专注于单打 选择退出双打 可见 这场比赛的拼图似乎缺了几块 根本拼不成完整的国拼阵容 体力不足也是一个大问题 大满贯结束后 没得选手们留太多的调整时间 直接就让他们上场拼搏 难怪大家的表现都显得有些疲软 而且 主力选手的缺席让国拼如同失去了大脑 小胖 马龙 陈梦这些顶尖选手都没能参与 心里不由地发出一声叹息 我们究竟还剩下什么 而日本队的表现可谓是如日中天 在这场比赛中 他们一举拿下三个冠军 创造了历史 这让国拼的球迷们只能无瞪口袋 回首往西 昔日的辉煌仿佛只剩下唏嘘 期待WTT总决赛的回归 英雄集结的时刻 转眼间 WTT总决赛即将来临 球迷们的期待只如同开了挂 国拼的主力选手们纷纷宣布回归 仿佛整个乒乓球界都在为他们的回归而欢呼 马龙 陈梦 小胖 孙颖沙 王楚清等奥运主力选手齐聚 真是让人热血沸腾 此时此刻 大家都在默默祈祷 他们一定能带来翻盘的希望 其中 马龙的回归尤为令人激动 这位拼弹巨星在赛场上的英姿 简直就是乒乓球的活广告 他的经验和技术 会为国拼注入一记强心针 让其他选手心里有了底 信心倍增 对于球迷们来说 他们的期待不仅仅是选手的回归 更是国拼能够在此以中扭转颓势的希望 大家相信 只要主力出战 日本队的夺冠梦想就得泡汤 毕竟 国拼的实力是有目共睹的 前提是主力选手们必须在场上发光发热 选手回归的影响 对比与分析 选手回归的意义不只是数量上的增加 更是整体实力的提升 在亚锦赛时 国拼失去了顶尖选手的支撑 然而在总决赛中 他们将向太太尼克号的复苏 重新启航 迎风破浪 马龙的回归无疑是正船之宝 他的丰富比赛经验和战术素养 能够为其他年轻选手提供极大的支持和指导 回想起马龙的过去 无论是在赛场上的表现 还是对年轻球员的引领 都是国拼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陈梦和孙颖莎作为女单的领军人物 他们的回归同样重要 陈梦在前几年的表现可圈可点 而孙颖莎则是一位实力与潜力并存的年轻选手 他们的搭档 无疑将为国拼在女团和女单的赛事中增添不少底气 再者 王楚清的单打专注度将使国拼在男单项目中更加稳固 毕竟 一个稳定的阵容和战术配合是赢得比赛的关键 通过对比国拼的阵容 我们不难发现 现有选手组合与亚锦赛时的阵容相比 有着质的飞跃 球迷的反应 期待与信心 说到这里 球迷们的反应也是一大看点 大家在网络上纷纷表达自己的期待 评论区里热闹的像个春晚现场 有人乐观的说 只要主力回归 绝对能捧回冠军 也有一些理智的声音 年轻小将的表现还需观察 不能一味依赖主力 不难看出 球迷们的态度正如同天气预报 有阳光也有阴云 但无论如何 大家对国拼的期待仍然如火如荼 似乎已经在为总决赛的精彩准备好了爆米花 向未来出发 WTT总决赛不仅仅是一次乒乓球的比拼 更是一场国拼的重生之旅 在经历了亚锦赛的挫折后 国拼必须重新审视自己 以全新的面貌赢阶级将到来的挑战 我们期待在总决赛上 国拼的主力选手们能够将自己的实力发挥到极致 重新夺回属于他们的荣誉 而对于那些年轻的小将 借此机会磨练技术 积累经验 为未来的比赛做好准备 就像老话说的 失败是成功之母 通过亚锦赛的教训 国拼必将迎来崭新的辉煌 创造属于自己的乒乓传奇 让我们共同期待这场英雄集结的盛宴 见证国拼的强势回归